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邱 现在我跑到家里楼顶这里来了 这里空气很好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我们村子里面的风景 今天降温了 好凉快 孩子们早早就去上课了 他们下一点小雨 然后我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想着这两天就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今晚等孩子们回到家 就陪他们玩一回做一回作业 主要是想着孩子们就开学 到现在他们是上午拖跟晚拖的 然后晚上上完晚拖之后 晚自习之后我就去接他们 孩子们也挺想就妈妈去接他们的 就感觉心情会不一样吧 然后应该是明天或者后天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呢我就要进入状态了 因为这两天已经降温了 天气凉快了 就可以接着做雪花睡啊 做腊肠啊 就可以去计划了 楼顶这里很舒服的 坐在这里一会 哎呦满凉快的哟 很少像是现在今天这个样子 很悠闲的 坐在这里 其实农村就是比较安静的 就比较安逸的一种状态 就不会像在城市里面就做每一件事情 然后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的紧紧的 就生活节奏会很快 有时候回到家里面来呢 偶尔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心情也是好的 孩子去上课了 家里就安静多了 其实村子里面的孩子就比起城市里面的孩子 就求学之路要难很多的 因为在村子里面 他们要去镇上上学的话 要赶校车要特别早 像冬天的话 六点半这个点的话 根本都每天亮 夏天就还好 夏天 他们都说这灯笼挂得很好看哦 彩色的 孩子们忘了拿被子去 现在给他们送一下被子 天气凉了 今天 等一下还要去送货 有个朋友跟我们订了这个SO酱 然后送完货呢 等一下就可以去发货了 把货带出来了 他们说SO酱很好吃 所以哎呀 送货啦 发好了这个泡沫箱 雨晨和佩奇他们呢 要把这个送给他们 然后待会就送货 发货顺便去镇上 买一些孩子们的学习用品 哈 好久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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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差不多了 我说老师应该刚好在途跑班 学生还没放学哦 老师他们都去接人了 小爷这里没有人 我饭菜他们都准备好了 放在桌子上了 先过来把货寄出去先 要记得货拿出来先 今天卖的精油还有SO价 燕麦玫瑰水 什么东西都带齐过来了 这个是精油 还有咖啡也带了 已经发完货了 我们这边寄包裹很贵哦 省外15块钱一个 便宜的进的省外都要12块一个 然后省内就按10块钱计算一个包裹 贵好多贵一半都不止了 所以在这边寄包裹的话 基本上都是亏的 没办法 因为我这两天想着就多陪孩子们 就把货带回来寄了 过来书店挑了文件夹 还有一些笔给雨晨和佩奇 现在过来市场里面 买一些鸡胸肉 晚一点带过去给阿旺吃 挑两个大鸡腿给阿旺吧 还有火腿肠 买了两条排骨 哎呦 难得出来登上 因为我们村里面出来比较远 所以多买一些菜被子 刚刚去镇上拿了一些包裹回来 这次都是我网上买的 都是给家里添置一些日常用品的 就是用得上的东西 重新买的 然后这个是放牙刷的 就可以放在墙上 放牙刷 牙膏的这些 就方便多了 就不用说这东西放的乱七八糟嘛 这个是镜子 我们二楼都没有一个像样的镜子 所以就重新买了一个 不过也不贵 买了这个是十五块钱的 就薄薄的 贴上就好了 就不用打孔了 这两个铁架是放拖鞋的 所以 上下两条 家里有客人就不用说到处去找鞋子了 每次都找拖鞋子 这个不锈钢是挂毛巾的 瑞金堂厨房这个毛巾堆的也是好多 你看 这些都是擦桌子的 对 这个放西瓜布 放这个钢丝叉 小东西 我买的这些小东西呢 标哥都已经装上去了 然后刚刚这里的卫生 我也整理好了 到时候年底的时候呢 我在想就或者下一年呢 有条件的话我要把我这里的柜子都换一下 因为都已经烂了 你看虽然说是外面看起来好好的 但是里面 这里面的隔层都挂不了东西了 所以说放不了什么衣服 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是买了一个小架子挂起来 都是用这种小架子挂起来 就不太好 就有时候挂的久的话 这衣服就有沉了 你看这些都有沉了 所以到时候就重新买两个柜子吧 大柜子装起来把这衣服 还有可以放一些被子 你看我们的被子都堆在这个床上了 我另外呢还买了几张这个床罩 就床罩的话还没洗 因为这两天也下雨 所以呢等天气好了再洗干净了 然后再套上去 煮两个鸡腿给阿旺吃 煮好了 来啦 阿旺 有好哭的啦 那鸡腿啊 鸡腿啊 鸡腿啊鸡腿啊 来 你脚上来 来 来 有好东西吃啦 快点快点快点 来啦 给好东西阿旺吃 收牌阿旺 来来来 给好东西阿旺吃啦 吃鸡腿啊 吃鸡腿啊 来 吃鸡腿啊 他喜欢吃啊 啊 你不吃啊 来啊 是咯 他没吃啊 他这么完整的 就是咯 撒开给你啊 这么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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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弄错了 他说这些是大人吃的 你撒开给好司物吃的 反正 virtue 慢慢熬啊 哎哟 快吃add aocimo 他慢慢吃的 你看阿旺的狗毛好亮哦 好圣花呀 你看他这毛 多漂亮啊 果实很好啊 阿旺你哦 有� ordered鸡腿啊 所以我是沒有這個狗糧 我那個吃掉 我那個吃掉高蛋白的 高蛋白的 那這個狗糧不知其餘的 這個模式的這麼漂亮 太有錢了 放得到嗎 那好鬆的 那邊有什麼東西的 那 哎呀 誰 對啊 那個鬆的 你看那個毛是這樣的 那是鬆的好不好 不緊的 不緊的 對啊 昨天有網友說太緊了 把我們放開 哎呀 哎呀 好有鏡頭感哦 小姐摸摸 吃飽了啊 兩個雞腿就把他收買了 好有鏡頭感哦 那來我都看到了 這個女生的 你好有鏡頭感哦 有鏡頭感哦 有鏡頭感哦 好可怕